他们洒下了辛勤的汗水 倾注了真挚的情感 让我们献上一束鲜花 献上我们亲手设计的具有文化特色的古鲁巴纪念T恤 感谢师恩 现在进行第五项 感恩师长 请各学院毕业生代表为老师们献花 并送上纪念T恤 也请各位老师为同学们 回赠今年学校专门设计的 2015届本科毕业生毕业纪念册及毕业光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六项 请教师代表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航海学院陈锦东老师讲话 请大家欢迎 各位同学各位来宾下午好 首先祝贺在座的同学们 你们完成了人生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或者说是你们全职学习的最后一个里程碑 大约一个星期前 我们学生处的两位领导给我打电话 希望我能在你们期盼四年的典礼上 说几句话 我很犹豫 也很纠结 犹豫的原因不是不想来祝贺大家 而是实在没有什么可讲 或者说更为准确地说 是没有什么大家没有听过 而且能够让大家受益的话可讲 我有几位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校友 他们多次受邀面试申请哈佛大学的高中毕业生 他们感叹说 现在参加面试的高中毕业生 对他们的知识面都要广 都要深 我想这句话呢 同样适合今天的场合 在座的同学们成长在互联网时代 成长在信息时代 你们所耳濡目染的信息比我要多 我们很多人一天从网上浏览的信息量 可能比我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从各种渠道所能吸收的信息量都要大 我出生的那一年 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台个人电脑 叫PC 那么上五年级的时候呢 世界上出现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 但直到大学二年级 我才第一次建造键盘和计算机 上研究生的时候 才建造用胶片的调音笔 直到博士阶段才接收到所谓的PowerPort 所以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用的 读的书呢是纸质版的书 那么上课需要用一支笔和一张纸 来记录我们所学到的东西 那么今天不同吧 听课听报告 大家可以讲PPT和老师的讲义 下载到我们的计算机上 有很多同学的计算机上 有很多同学的计算机下载到自己的评计 比我三十人的读到的评计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 要是我们那个时代 这么快的信息 或者信息的速度的话 这么快的速度或者信息的话 我们可以信息 现在做得更好 直到去年 就是2014年 林斯顿的评计 他留个人的评计 一个从新闻里面的评计 他发表了评计 他的研究评计 发现长期评计 长期评计的评计 长期评计的评计 评计的评计 是有对方的评计 所以我希望呢 以后尝试得多用评计 爽进来的电脑 看看你们是不是可以证实 或者推翻评计的评计 我上评计的时候 我们学校唯一的评计 课外评计 就是评计的评计 那个是说书很少 所以我们的评计 评计的评计 非常的仔细 除了提及答案以外 我们往往都花很多时间 去琢磨 每一个城市 都有不同的解法 有这种方法就没有 那么我们也不去琢磨 比如说 一到评计 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 加上评计 再来解释一次 把这个情绪 更有趣 那么上大城的评计 我们也不错 他说把一个评计 就叫做汉游空洞 让我们也发两万 他们怎么样去选择 自己的评计 爱你这个评计 这个方法 推的个分析 有什么其他的作用 我们呢 那个时候 或者叫做芭磨 简单的 民选 这个民选 文章 我现在这个时代 性质的增长速度 超过一二分力 我每天 这个世界上都会有 很多新的报道 评论 专注 都有一个看出 每一天看出的新的回忆 如果我们都去做吧 需要尊敬我们一生的准备 所以呢 大家不搞的事实 谁都跟着 就是 军汉的评议 他们可以帮助我们 一些新的在美国 创新 创业 学习的道理 帮助我们提高领域 判断和建议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从信息下来 跟出情人 自己享用的 或者能用的 商量的信息 过去的时候 经济的发展 痛苦 非常快 充满自力 充满的挑战 从便讯靠工 到金融运气 从房产靠工 到最近的五十堂史 人类历史上 还没有一个时代 像过去的时代 造成如此之多的 一百多年 和成功人士 有很多成绩的 学习的经验 有很多成绩 例如说 希望自己的经验 也有他人的 学习经验 可能有错误 可能有错误 可能他能帮助我们的 第一名 可能有错误 可能有错误 但是我们自己 也需要有自己的梦想 有自己的人生理想 并且找到 通往自己的人生的挑战 人生的挑战 从历史上来看 也更成功的道德 不尽相感 成功 成功 起步 大成绩 我说其实真的如此 我们这个目标 不仅想在我们的学交调里 我们的学校告诉我们说 他其实很好 对于影响 我们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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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一个人的指导 如何 我相信这个 就是一个 至少就是一个 可行性的 一个具体可行性的 一个理想 是你能迈出第一步 通关的自己 在你迈出下一步 所以 当然 在我们的奋斗的过程中 我们肯定是 有很多 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 这不仅仅是整个挑战普深 美国家族大学 洛杉矶分校的 Bioch教授研究发现 长期直面